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我学佛之后啊 有什么好处 我学了佛之后呢 可以知道自己未来会到哪里去吗 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哪里 这个在佛法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受记 所谓的受记 就是佛陀对于发心修行的众生 授予将来必当成佛的一种纪别 台湾话讲叫做专名作记和 我们授予一个人一个政治的标记贴上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在佛法里面呢 不是偏见的标签 不是负相的标签 而是一个将来必定成佛的标签 这是一种预告 那这个预告是佛陀给我们的几个 预见未来 能够了解你将来会往哪里去的一个预言 有国土 佛 实节 节 眷属 正法 存续 期间等等六项 每一部经典里面的广跟略有不同 我们很多人喜欢去算命 大部分都是想要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 今年好不好 会不会遇到贵人 是不是有什么劫难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吉凶祸福 同样的学习佛法了之后 我们也要在意自己将来会去哪里 还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不管怎么算 好命 坏命 最后一定通往一条路 就叫做死亡 不管你活得长 活得短 活得快乐 活得痛苦 最后的终点 在这一生就是一定会死 所以有很多人他说师父 你看我未来如何 师父没有神通 我说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一定会死 只是早死跟晚死 我们也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个生死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佛法教我们 要接受我们一定会死的这个现象 但是要更积极的去看 你要死到哪里去 所以死往何处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告诉我们 你会死到哪里去 而且死到一个好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 是佛陀规定我们的吗 所以有很多人 他会问 有个师父我以后会去哪里 那你要问谁呢 你应该不是要问佛陀 应该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在佛法里面 佛陀要讲授记之法 有三种原因 第一 菩萨如果修功德正得法性 他来肯定你的努力 你将来必定成佛 从这个角度来看授记 其实不是佛陀给我们将来成佛的机会 而是佛陀看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用功出现来肯定 我们的努力 真正能够得到授记 要看自己的法心 所以第一个 菩萨在自己的修行上 功德圆满 所以佛陀肯定 他将来绝对不会去三途二道 而且将来照着这个努力的方向 他确定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的授记的第一个 是肯定菩萨的发行 第二个 对于其他还没开始修行 不肯定的菩萨呢 有一种鼓励的作用 像在法华经里面 佛陀就为诸大菩萨授记 好 那最后呢 声闻弟子就说 为什么佛总是在为菩萨授记 为什么我们修得这么认真 你却没有为我们授记呢 因此 借由这个因缘 你起了一种想授记 我也要得到佛陀的授记之心 你才会真正的去思考 为什么同样在修行 同样都是佛弟子 有的人就得到佛的肯定 那我们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当我们自己开始去回顾 去思考自己 同样的发心 却又不一样的结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修行的盲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 真正没有得到授记的原因 是因为你自己不肯定 你自己的修行 你自己都不能肯定 佛陀他帮你肯定 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为了要为 修行较浅的小菩萨 他的发心不肯定的时候 佛陀就先肯定别人 来刺激这些小菩萨 让他兼顾他的道心 所以这是佛陀的激将法 也希望呢 让这些小菩萨可以学习 所以第三个呢 令星球佛国者 见此授记 心挤将来 当意可得此成佛之授记 我们刚刚开始修行的人 总是希望有一个典范 过去燃灯佛 肯定了佛陀的修行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修行 可以得到将来的成佛的印记 我们自己也会典范 我们自己也会兴起一个 欢喜心 学习的心 所以授记有这三个原因 那我们在这里呢 问到了 菩萨摩赫萨 自知授记 那授记是不是要等到 佛陀现身呢 还是我们自己 到底知不知道呢 那这里呢 有的居士啊 他会问师父 他说师父 我怎么样知道 我自己已经证到了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阿罗汉 他怎么会知道 他自己证到了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修行 会误认消息 自己在修行的过程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种感应 我修行啊 打坐 坐一坐 入定了 有的清安 或者是呢 时间没有了 空间没有了 身体都没有了 甚至于灵魂出窍 飞到他房世界去了 有这些种种的感受啊 总是心里面会很紧张 很害怕 即使没有打坐 静坐 而得到这个感应 有的人 梦见了 梦见了自己的死亡 梦见亲友的死亡 或者是梦见自己啊 飞起来了 梦见自己看到的什么景象 总是会担心 自己会不会发生什么 不好的未来 所以菩萨呢 他要如何知道自己 已经确定可以成佛 可以自知受祭呢 这也是菩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只是我们不知道 要问自知受祭这个问题 我们都是担心有灾难 也不会担心自己哪一天成佛 所以关心的事情啊 都是只有这个很短暂的 眼前的这个灾难啊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修行到一个层次的时候 你不会再问明天的事情 不会问这一辈子的事情 你会问生生世世永续的事情 就是死了之后不用害怕死亡 你应该要害怕你不知道死亡之后 下一生你还能不能够继续如此的修行 如此的自在 所以菩萨摩赫萨他问了一个未来性的问题 什么叫做自知受祭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十种受祭法 菩萨以此而自知受祭 第一 以殊胜意发菩提心 自知受祭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修行一开始就要先种下一个得度的因缘 叫做发菩提心 我们要成佛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愿意成佛 愿意成佛就叫做发菩提心 而且这个菩提心为什么殊胜 因为你的目标是最殊胜的 最究竟的 所以这个叫做发心 要成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 要成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发菩提心啊 是我们学佛要先学习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他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 目的就是要来看 那到底什么叫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有什么好处 那发了菩提心 我们要怎么去圆满这个菩提心 所以这一系列呢 就是在华言经里面 教导我们如何修行 第一个发菩提心之后呢 就有第二个目标 叫做永不厌舍诸菩萨行 你已经很肯定自己的这条路了 接下来呢不管到哪里去 你一定会当菩萨 一定会发心 所以换汤不换药 你只是呢在这一生 用这个形象来行菩萨道 你在下一生呢 你又用另外一种形式 在另外一种国土 在另外一种环境 在另外一种状态当中呢 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在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里面 五十三餐的过程 善财童子遇到的善知识 有时候在细数自己过去的发心啊 你会发现 他在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 他可能有时候是天王 有时候是人 有时候是男人 有时候是女人 甚至于有时候呢 他还是天龙夜叉 有各种不同的身份 但是不管换了什么身份 他做的事情都一样 叫做菩萨行 所以当我们知道呢 你不管是什么身份 在什么地方 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都是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不会在意 你去哪里了 因为你只要知道 你要做什么 在哪里 为谁做 做什么 都已经不是这么重要 这时候你就能够自在 因为方向很清楚 这个叫做自知受计 你一定会成佛 再来 住一切节 行菩萨行 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有很多人 他不知道自己 可以活多久 可以坐多久 这条路如何走 才可以走得长久 所以当我们发了菩提心 确定 进未来季 你一定如此的坐下去 如此的 心无疲厌的 一起来用功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发一个长远心 所以我们去受菩萨界 就是得到佛陀给我们的受计 就是你确定你要发菩提心 你未来生生世世 都如此的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去受菩萨的纪别 去受菩萨界 就是佛陀给我们证明 你确定发菩提心了吗 是我发了菩提心 接下来呢 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 你就被受计成为菩萨的这个团队 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一生 七老八十的 还不知道自己 曾经发过愿 当菩萨的 就会有一个人 像师父这样子的人 来告诉你 你要去受菩萨界哦 因为你以前啊 曾经发过菩萨行的愿 所以在多生累劫的修行过程 你一定会遇到善知识 来告诉你 你曾经行过菩萨道 所以这是 读一切 结行 菩萨行 或者是 你自己发心 或者是 有人劝你发心 或者是 你看到众生苦 而发心 或者是 不管任何的因缘 见到别人 有了灾难 而发心 各种不同的因缘 最终都会引导你 走回这一条路 这个就是自知受祭的一个讯号 好 再来 修一切佛法 自知受祭 好好的学佛 你就会知道 你将来要去哪里 所以第五个 第六个 叫做 与一切佛教 一向深信 修一切善根 皆领成就 对于佛法 要相信 需要一段时间 什么时间 断以深信的时间 我们一般 对于佛陀的教法 大概一般都是 半信半疑 因为佛法 比较广博 有时候啊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下子 就抓到重点 而且很多人 学佛啊 一知半解 像我们在台湾 虽然有很好的 佛法的环境 可是大部分的人呢 在学佛的时候呢 就是东抓一个 希拉一个 有时候拜了一个师父 你也没有完全学习 整套的 那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我们的电视啊 是频道很多 讲经说法的很多 有了好几个频道都是 但是你的学习呢 不见得就很持续 今天有时间就打开 这个电视听一听 嗯 还蛮有道理的 可是明天呢 不见得继续 同一时间又继续收看 就像我们现在参加 云端共修 有人呢 从一而终 每一堂课 他一定就是没有缺席 他的学习就会完整 但是有的人呢 哎呀 这个学佛啊 没有那么重要 我先把工作做完 我再来专心的学佛 哦 师父 我们的这种世间人呢 都是很忙的 你不能够不体谅啊 哦 那我们今天呢 呃 来 有来上线就好 明天啊 也不见得保证 我一定能够上线 哦 为什么师父呢 都希望大家 一定同一时间 来要求自己 排除万难 你就一定勉强自己 要在这个地方 诵经 听法 因为这个 对我们来讲 它不是 一件小事 它是一件生死大事啊 大部分的人 在忙碌的过程当中 就这样子 一生一世的 就过去了 我们每天每天 就是这样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永远忙不完 所以 当我们来学习佛法的时候啊 我们总是希望 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忙完 我再来 好好的送这一步经 可是事实上 并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而且等到我们 真的有这种时间 已经要万元放下 你来不及学习了 所以平常的修行啊 要建立一个 一套的 一系列的 一个性解 行政的过程 那是需要 下一点功夫 做一点投资 所以我们每天 投资自己 一个半小时 来延续 我们对于 自己 累生累劫的 休息善根 把我们的修行 接上 我们这个 累生累劫的团队 那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学习 如果只是 一知半解 你对佛法 其实很难生性的 除非 你有 觉身后的 善根 有非常 殊胜 过去的 愿力 你才有办法 一知半解 就能够 奋不顾身 通常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必须要知道 前因后果 你才会真正的 生性 所以我们 在佛法里面 佛陀的 教法 很完整 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 建立自己的 信心呢 你必须要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你才能够 真正知道 你将来修行 会往哪里去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 开设 这个云端共修 师父在每一卷的 讲解当中呢 自己对于佛法 就越来越神性 越来越有信心 对自己的修行 也越来越有信心 那既然师父 自己在讲解 给大众听的人 都有这种感受 我相信呢 大家听了 也会对自己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功 因为这个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 得到受祭的 一个大殊胜的机会了 好 再来 第七 治一切众生 与佛菩提 自知受祭 当你开始发现 自己已经开始 可以影响身边的人 最近呢 有一些居士啊 这个健康拉警报 开始呢 要面临生死的问题呢 到底是会活 还是会死呢 我们很多人呢 生病的 就会问医生 医生 我会死吗 那也不敢问 医生也不能答 医生只能说 我们尽力的救治 我们不知道自己 还要活多久 那一般呢 我们这个病啊 存活率 有多少 百分之多少 那都基本上呢 没有人能够 帮你挂保证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心 没有依靠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要问谁呢 好 所以有些人会求生问补 这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要问谁呀 那他去问他有信任的对象 这个对象会给他很大的力量 那有时候呢 师父会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可是师父就会觉得啊 有时候我对某一些人 叫做爱莫能助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他对师父 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虽然师父了解佛法 我们也知道佛法是究竟之法 可以帮助一切大众 可是众生 他真的愿意接受吗 他能够接受吗 所以呢 当我们发现了 自己可以治一切众生 与佛菩提的时候 可以帮助大众在佛法上 产生很大的信心的时候呢 你会非常非常的安慰 就是原来我们真的可以开始 利益众生了 这叫自知受计 再来与一切善之事 何何无二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发现啊 你所说的哪句话 你再回头去看看经典 发现跟佛陀说的都是一样的 你不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因为你说的是佛法 那这时候呢 你就知道 那既然我说的都是佛法 我想的都是佛的心 我做的都是佛的行为 那你肯定一定走上 跟佛同样的结局啊 所以这个叫做 于一切善之事 何何无二 再来最后 于一切善之事 岂如来想 恒情守护菩提本愿 这个自知受计这件事情 最终呢 就是你突然 你明白了一切 什么一切 自己过去 曾经发过殊胜的大愿 所以我们现在来自知受计呢 要能够得到这种受计 其实就是为自己过去的本愿 来做一个大开发 大守护 乃至于到最后大成就 所以这是十个受计的法门 一开始发了菩提心 到最后呢 还是守护了自己的菩提心 当我们能够肯定自己的菩提心的时候 你已经确定走上这一条路了 好 有一个叫做赵州老人的 大善之士 在唐朝 他的师父是南泉普愿禅师 有一天 赵州老人他就问南泉 他说 知有底人向什么处去 这句话呢 意思就是 知道自己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人 意思就是开悟的人 已经明白自己的将来的去处的人 他会去哪里呢 没想到这南泉呢 就回答他说 我知道啊 我要去山脚下的那一个施主家 做他家的牛去了 哇 这个还得了 我们一般呢 就听到啊 自己在下辈子啊 要去做一头牛 你大概就先回家哭了 澳洲老人说 谢谢和尚指示 南泉就说啊 昨夜三经月到窗 我们真的很难理解 禅师神奇的这种语言啊 他这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讲 昨夜三经月到窗的意思呢 就是啊 你已经看到你的月亮了 月亮都到你的窗口 让你看到了 意思就是啊 他为赵州肯定 你已经开悟了 你明白道理了 所以我们开悟的人啊 竟然这样子就是明白了吗 开悟的人就是愿意去做一头水 水姑牛吗 能够愿意去做一头 人家家里面的那一头牛吗 其实这个句子里面呢 我们从刚刚的开始你就知道了 因为啊 我们是菩萨 发了菩提心之后 你不管轮回 或者是到哪里去 或者是在谁家 你都知道你要做什么 做一头清清楚楚的牛 比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人来得好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普愿禅师啊 希望能够让赵州知道 那这师徒二人 两个都是明白人 所以他在这个彼此的对话当中 我们就看到禅师的一种自在 但是这个实在太玄了 境界太高了 所以我们来看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自知受计 至少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 不要怎样 不要将来自知受计 必定堕落三途恶道 这才是重点啊 所以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希望自己修行 至少不要堕落三途 不要堕落地狱 不要堕落恶鬼 不要堕落旁生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不要堕落到这个三途恶道 那最基本的就是归依佛法僧啊 所以各位 你已经归依佛了吗 你已经归依法了吗 你已经归依身了吗 那恭喜你 你绝对跟这三途 没有缘分 你一定不会去那里 那不去那里 你其他地方呢 就看我们的努力 跟自己的怨心了 所以过去 有一个善助天子 他在天上想天福 善助天子有一天 他观察到自己 有了衰败的迹象 就是五衰向线 那天子要往生之前呢 他会看到他自己的未来 他有天眼通 所以他发现了 哎呀 我的头上的花已经臭了 枯萎了 我身上开始流汗了 而且我的衣服啊 怎么突然变脏了 流下了这个臭汗 要洗了 再来呢 我的座位啊 开始啊 哎呀 好像这个长痴疮 坐不住 坐不住了之后啊 旁边还呢 看到一个人 准备来坐我的位置 那我这台车啊 我开始不能坐了 怎么办呢 我要去哪里啊 所以他一看呢 看到了他自己的未来 要堕落到 变成一头猪 而且呢 还有一个天生的残疾 就是赖利猪 那他一看还得了 哇吓死了 知道自己的未来啊 就很害怕 赶快跑去 找这个他的天地 这第四天 道立天的天主 叫做第四天 那第四天呢 就说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我们所有的天人 都是如此的 有一天呢 已经福报响尽了之后 就只能去死了 那死到哪里去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啊 这个天福响尽了 就是往三途恶道去 我们没有人 能够对抗这种宿命 只有一个人 他能够帮助你 现在呢 佛陀正在 道立天宫 弘法 说法 你赶快去皈依 所以这个三途天子呢 一听啊 赶快啊 就咚咚咚咚咚咚 就跑去 这法会的现场 也不管佛陀 是不是还在说法 他就到这个 这个佛陀的面前呢 就在那边呢 跪拜啊 顶礼啊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所以你不用找佛陀 叫佛陀来讲 讲给你听啊 你要皈依啊 你就赶快到佛前 你只要自己念就好了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这三途天子 就在佛陀的面前呢 在这边 一直不断的顶礼 念了 要三遍啊 结果念了第二遍 他就走了 就往生了 哇 这个往生了之后去哪里 还是去投胎哦 去当猪啊 而且呢 还真的就是当赖利猪 哇 这个三途天子 还没念完哦 他就去投胎了 投胎当猪 可是因为他念到一半哦 他虽然去当猪哦 就是过个水 有做就好 这只猪胎死腹中 所以呢 他没有顺利的变成一只猪 他只有投胎 去过了那一关 过了那一关之后呢 他在肚子里面 在猪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往生了 往生之后呢 下一辈子呢 就投胎到一个长者家 这个长者学佛 结果这个小朋友呢 一出生 嘴巴就难难有之 难难有之 全家的人呢 都说生了一个妖怪 吓死人了 赶快呢 去跟长者报告 长者 就一听 哦 在念归依佛 归依法归依身 竟然还没念完哦 继续念 他一听呢 就说这个小朋友啊 他不是小朋友了 他一定呢 是一个大菩萨来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养他 他不是怪胎呀 他是佛陀的弟子 所以呢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呢 这个善助天子 就单为这位 长者子 长者子的小孩 就慢慢慢慢地长大了 到了七岁的时候啊 有一天 舍利佛就来到他家 善助天子 一看到这舍利佛 他说 嘿 好久不见 师父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这舍利佛啊 一看这个小朋友 怎么七岁 我跟他怎么好久不见 一入定观察 就发现 哦原来就是啊 佛陀在倒立天宫的时候 这个法会到一半啊 他就跑进来 归依的那个天子 哦你到这边来了 所以呢 天子啊 一听 一看到舍利佛认出他 他说是啊是啊 哦你终于来带我了 我要跟着你出家了 所以他就去跟他的父亲报告 我现在遇到我的师父 我要去归头佛教 所以就出家了 成为僧团里面最小的沙咪 所以这个沙咪啊 就是过去 善助天子来的 那善助天子 要怎么样确定自己 未来不堕地狱恶鬼畜生呢 那就是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生 同样的我们将来 要确定不要堕落三途恶道 你要怎么办 就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生 你自知 一定不会堕落三途恶道 如果我们发菩提心 你自知将来必定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自知授记的内容 那希望大众呢 我们听到了佛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 要好好的发心 肯定自己现在的方向 那自然而然 你的心就会开大智慧 自知授记 今天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